我正覺得其實我是後來被老師教爛的 你這是什麼 你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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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因為我其實我升到國中以後 因為他開始有複數這件事情 就是比方說 等號的這邊 換到這邊來就變成負號了 那我就問老師說 老師請問你 為什麼 這個 這樣子就是負號 為什麼負負會得正 那我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嗯 那老師給我回答說 就這樣 你就問他幹什麼 哦 從此以後 我就不想 你講話 若干年後 但是我兒子大概八九歲的時候 我問他說 未來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負負得正 你可以解釋給我聽嗎 嗯 他說好 我解釋給你聽 我不是不愛你 是我愛你還是不愛你 哦 他好厲害啊 對 他就解答了 我說問你謝謝你告訴我 中文負負得正是什麼原因 哇 哇 好棒哦 他用中文解釋給我聽的 那我還遇到一些數學的難聽 沒有辦法解釋 他如果問你你也不問 他不可能問我 他本來 曾經試圖要問我 他在他問我以後 我說 Come on it's your problem 我說你必須要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對 然後他就 Yeah 他就走了 所以他以後都不會再來問 那你有特別營造什麼環境嗎 讓他喜歡 數學或者是英文 或者是他會自己 啟發自己很多的想像 那一創造理由嗎 這個我倒不是太清楚 是不是降而成的 因為我小時候常常帶他去科學館 為什麼去科學館 你就去百貨公司啊 這就是差別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喜歡去百貨公司 哦 然後去科學館的話 他就會去看那些球啊 在那邊釣啊那種那種東西 然後我發覺他就很 就是站在那邊一直看 看了很久我就坐在那邊 等他看完 我說你你看完沒有 他說再等一下 我再看 看完他就說好 那我們回家吧 我覺得你蠻輕鬆的耶 他們是抓小孩在那邊 不要跑不要跑 不然 這邰哥真的很強 他會主動去看很多東西 比方說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然後看看 看完他覺得很有趣 哦 然後他就回去了 他主動的求知能力也很強的 所以念書是比較B的 對啊 不過邰哥講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小時候 我孩子小時候也有類似的經歷 就是他寫錯 那我一開始可能就是脾氣不太好 就有稍微責難他 他就哭嘛 後來我就後悔了 我就意思就是說 你是不是因為你自己很挫折 就是為什麼我會寫錯 很挫折 所以你對自己不滿意 那他說對 我說好 所以我不應該兇你的 那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用邰哥的方式 我就他每次寫錯我就說 我只想知道你為什麼 最後會出這個答案 但是錯沒有關係 你只要告訴我你在想什麼就好了 那他就會告訴我 他哪邊想想想想想 有的時候他就會想通 有的時候就卡住了 我就說哦 所以你是問題出在這 那我就很享受 陪他寫功課的時間 因為我可以從他那個小小大腦 感覺到 他昨天跟今天不一樣 他這個上一個學期 跟這個學期不一樣 其實還滿有成就感的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是 自己在教小孩的同時說 你這個怎麼不會的時候 發現自己也不會 對 對 他有很多節目很難耶 像我家兒子他雖然還沒有就是 他還在幼稚園的時期 他還沒有數學題 可是我上次在跟五寶媽聊天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數學超爛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講喔 那個我們家的五寶妹啊 上次有一題數學題 讓他在我們家樓下崩潰了一整個下午 然後到五寶爸回來 才解救他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來看看你會不會 小明借小美五元 大家有看到嗎 有 然後小王再跟小明借比小美多三元 然後小明最後剩十元 請問小明原本身上有多少錢 這也是文字遊戲 是不是 這考的是什麼 術學這考的是中文的文 是不是 所以不是我的問題吧 我說你看學派都說不出來 不是我的問題 邰哥要不要演給你看好了 我是小明 我是小美 他是小王在那好不好 王老師是小王 小王 然後我借給你五塊錢 對 然後他也跟我借錢 那他借的錢比他借的錢還要多三塊 所以我也借了他若干的錢 對 最後我還有十塊錢 18加5 23 欸 欸 18加5 謝謝 太厲害了 沒錯 這題的答案就是23 其實我覺得23 我贏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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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加5 對 最後請問下一題 不要給他答案 好 下一題 來 四隻貓四天抓四隻老鼠 二十隻貓二十天抓多少隻老鼠 要不要演給你看 好難喔 這個太難演了吧 請解答 二十 二十 你說二十嗎 應該是二十吧 我也覺得是二十 對啊 不是啊 四條戲 不是 四隻貓 不是 四天抓四隻老鼠 對 在小學的題目 對啊 抓一隻貓 一隻貓 真的沒聽你耶 全家年級的文的 真的 小學題目 四隻貓 四天抓四隻老鼠 四天抓一隻吧 對啊 一隻貓 一隻貓一天就抓一隻啊 不是嗎 不對 不是啊 我覺得晚餐都不出來了 今天八點 然後晚餐都不出來了 為什麼貓不對 為什麼不對 四隻貓四天抓四隻老鼠 不是一隻貓一天抓 對啊 對 對 因為一隻貓有一天抓一隻的話 那兩隻貓兩天就是 抓四隻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二十隻貓二十天 應該是不是 他還是抓四隻老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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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三天的 解答 解答 解答來了 來一天看 一隻貓四天抓 一隻老鼠 一隻老鼠 對 一隻貓二十天抓五隻老鼠 所以二十隻貓二十天就是抓 二十乘以五 一百隻老鼠 OKOKOK 這個真的難 真的難 其實呢 為什麼 以我們這種學科學的來講 這個題目有非常大的語定 來來來來來 因為這四隻貓四天抓四隻老鼠 有可能 不知道誰抓的 對 三隻都在納糧 一隻抓二十隻 沒有 沒有 剩下的二十隻 他們有能力設定啊 對 他們沒有先設定 他們玩了什麼遊戲啊 就是要考倒數很有 我也可能說是抓四隻啊 對啊 因為其他都在休息 對啊 所以他們有先設定啊 對啊 平均啦 每一隻貓抓老鼠的能力是平均 可是這個真的很容易耶 四天抓四隻 二十隻都抓二十隻啊 二十隻啊 二十 為什麼世界要搞得那麼複雜 你腦筋指著 我二十隻 有時候可以腦筋指著 我剛剛不就講二十隻了 你不要叫我們同學 我們高高的同學 對 我們同學 所以我們一定是這樣啊 而且像這種建構式數據 我覺得真的很難 你看我的題目 小明座小數相減的題目時 把被減數的個位的三寫成八 減數十分位的八寫成三 最後的差勢 二十七點二 這什麼啊 聽不懂的小明座 我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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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題目不錯啊 我自己看到這個題目之後 我有溫了你 其實我題目看不懂 我老實說 我也看不懂 所以就看不懂了 其實題目 對 我覺得題目其實就很 但是我題目看不懂 題目就很激深 所以我跟你一樣 我跟邰哥一樣 我家小孩只要來問我功課的時候 我都跟他講 這是你的功課 我不需要寫 真的嗎 而且我也不檢查 你有錯就讓他做 因為反正你這個時候不會 老師就會教你了 哎呀 對 那我們就不要這樣 本題的被減數多了5 減數少了0.5 十分位是後面 現在有27.2 這個應該要叫那個小辣椒解釋 因為他剛才後台 教了我半個小時 真的 我一個人會看到 他是老師說他會 你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 因為他是老師 因為 因為被減數 就是被減的那個數 被減數減 減數等於差 那減數就是 我們要減掉多少的數 叫做減數 那他的被減數呢 他把被減數的各位數3寫成8 那他多了5 他多了5 所以我們要把它扣掉 那減數的十分位8 就代表說呢 他的減數那個是0.8 那個8是代表0.8 可是他寫成3 就是他寫成0.3 他寫成0.3 他寫成0.3 他少減了0.5 對 所以他要把 變成5.5 5也要減掉 0.5也要減掉 所以就是要減掉5.5 你怎麼能吸收 我剛才學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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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懂他的意思 大概懂他的意思 他不是校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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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為什麼要出這種男子啊 不會不會 這題目很好 真的喔 我用意是什麼 其實數學 它最主要的目的 不只是在計算 它在教人思考 對 對啊 那所以一開始 你應該要幫助孩子 建立的是 叫做抽象的那個數字的概念 所以剛剛那個洪志他們講 他們在講說 怎麼樣怎麼讓孩子怎麼玩啊 對不對 包含數錢啊 買東西啊 那個就是去對那個抽象的 所謂123456到底是什麼東西 100到底是什麼東西 去建立那個抽象的概念 做抽象的概念 有一點 多數字的概念 是 那些人 有些人